随着五国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 加上穆斯林同胞即将在下个月初迎来开斋节 作为著名旅游景点之一的霹雳太平湖 也是换上了新装 除了有LED灯饰 当然少不了充满开斋佳节气氛的各种装饰品 吸引民众和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我们特地去购买了那些晚上可以亮的灯 LED的light 然后来再晚上照亮这一片的I love typing的地标 然后能够让晚上来的旅客能够在这里打卡 然后我们会布上那些马来年的装饰品 吊在这些灯上 然后来点缀这个来装一个新装给开斋节的气氛 受到疫情影响 这也是宝格亚三州议员服务中心团队 睽違两年之后 再一次花巧思布置太平湖 希望以宗教和睦和幸福城的氛围 欢迎游客的到来 I love typing打卡景点 由团队在2018年精心打造 如今成为太平湖的著名打卡地标 团队每一年都会根据不同的佳节布置一番 而随着我国疫情逐渐趋缓 相信接下来开斋节假日期间 将会有许多的游客涌入太平 请不吝点赞 altar 然后 agencies按赞 altar 请不吝点赞arı 谁按赞午 effect 感谢观看